大家好,我叫华耶采 今天我出道掩饰 接受了采访 他们想问我在台湾跟俄罗斯的生活有什么差别 这些很好的事会让俄罗斯人更了解台湾 在采访之后我也打算采访主位在掩饰工作的俄罗斯女生 他在台湾生活很久了 他就是一个英语节目支持人 今天就来听听他是怎么帮助台湾 把台湾的文化推广到俄罗斯的吧 Let's go 好,大家好,我今天跟我的朋友 嗨,大家好 我叫七七那是七月的七 然后再一个七,然后女主帮的那 那这个是我的中文名字 那我是来自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的 所以我不太像俄罗斯人的 所以我们今天终于看到了西伯利亚人 OK,所以第一个问题他们应该有一样的问题 你是俄罗斯人 不是 不是吗? 没有 因为国家认同跟民主认同是有两个不一样的问题 我当然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叫自己是俄罗斯人 但是我的民族是不是俄罗斯民族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但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是俄罗斯人 对,但是每一次我跟台湾人说我是俄罗斯人 人家都不会相信 我以前发文 我的亞美尼亞朋友 他們也會講俄文 所以大家也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說亞美尼亞人的是講俄文 他們也不太了解這個東西 好,請就可以告訴我們 你為什麼決定來台灣? 我來台灣是來念書的 來念碩士 就是2012年的時候 在國立政治大學開始念碩士 然後後來就留下來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在這裡對不對? 我們今天在中央廣播電台做這個採訪 中央廣播電台是我在工作的一個地方 我是洋廣的鱷魚節目的主持人 你為什麼決定在這裡工作? 那個時候鱷魚節目就是洋廣在找一個鱷魚的主持人 然後我就來考試 其實之前我對什麼媒體啊 對廣播啊 對什麼都沒有什麼沒影響 我那個時候已經念博士班 然後在一個研究發展中心打工 對有堅持的工作 其實我那個時候只需要一個工作 就是然後覺得廣播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現在就算是記者 我媽媽以前也是當記者 我就覺得我覺得不錯 所以我在洋廣已經四年了 嗯,不錯 這樣說 如果我們會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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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我們看看,有什麼有 對,是法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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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 這裡是我們的島,最重要的 俄羅斯 這裡有韃國,日本,英國,英國,韓國 法務,印度,韓國 你告訴台灣嗎? 台灣...其實... 我以前在台灣念書 之前我都不知道台灣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莫斯科念中文的時候 我們大概都比較多的了解 比較多知道的是中國大陸的一些文化 還是中國大陸的歷史 然後學的也是簡體字,不是粉體字 所以來台灣之前,其實我對台灣都沒有什麼印象 我以為它是一種像香港的很發達,很發達一個國家吧 但是這個國家的問題,我那個時候也不太了解 但是我記得是,因為我在大陸念書 所以在莫斯科也是唸中文 然後我有那種北京腔,就是北京的口音 因為我一開始我就講北京話 所以台灣人覺得應該是我是大陸人 對 真的假的 台灣人會不會覺得你是亞洲人? 對 平常台灣人覺得我是華僑 我是說我是來自俄羅斯的 但是他們覺得 你爸爸媽媽是華人嗎? 你說不是 你是婚學嗎? 我說不是 他們不會相信你是俄羅斯人 對,人家都不會相信 然後我這樣就開始 俄羅斯很大 然後就有很多不同的小數民族 對 如果台灣人覺得你是亞洲人 這個會不會造成問題? 沒有,其實沒有 因為我是東方領孔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那可能是有時候 因為外國人就是所謂老外 外國人就是白人 像你這樣的 有一些叫做什麼 因為你是外國人 對 對 但是台灣人不會覺得我是外國人 所以這樣 我有一個朋友是 Uzbekistan的人 然後他也看不出來是外國人 因為他的爸爸他是韓國人 所以他看起來是亞洲人這樣子 但是他完全不會講中文 所以他在台灣真的有很多問題 在每個地方他們就跟他講中文 所以他完全聽不懂 然後他沒有辦法跟他們解釋 他聽不懂中文 所以這個事也是問題 對,這樣應該是台灣人會傻眼 你看我是莫斯科人 他是西伯利人 西伯利亞 在莫斯科長大的 我10歲的時候就在莫斯科 哇,莫斯科跟西伯利亞 這些地方有什麼差別? 很大 差別很大 台灣人也是比較多了解 比較多知道的是莫斯科跟聖比特寶 然後這個是很大的城區 什麼建築很美 然後什麼都美 當然是文化方面也有差別 連在俄羅斯裡面文化也有差別 因為我是不是俄羅斯族的 因為我是俄羅斯人 但是我不是俄羅斯族的 因為我是圖瓦人 是不是? 所以我是圖瓦族的 我有這些文化 好像最近幾年還有台灣人比較知道的是 還是海生威 Vladivostok 對 然後北加爾湖 北高 對,因為媒體都會 偶爾會出現這些 冬天 北加爾湖的一些 美美的那個冰塊 對,有些人這個應該真的很有意思 因為我們兩個是俄羅斯人 是我們的外表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 對 對,對我來說這個工作真的對台灣 而且對俄羅斯真的有很大的幫助 你這樣子讓台灣人比較了解俄羅斯的文化 而且你讓俄羅斯人了解台灣的文化 所以你們好像是一個橋 一個橋 對不對? 對,我們主要的任務就是這個 我們是一開始我們 央光是主要是用不同的語言 把台灣介紹外國人 嗯 也不是外國人 是給國外 就是住在其他國家的人 我現在可以聊你們最喜歡的話題 你最喜歡吃什麼東西? 台灣的菜 我最喜歡吃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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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我來台灣之前 我都不太會吃 不太喜歡吃海鮮 因為我們是在莫斯科的 然後莫斯科其實也沒有好吃 比較新鮮的海鮮 但是來台灣之後 因為海鮮 這邊是很清鮮吧 嗯 慢慢慢慢吃 慢慢吃 那後來就已經習慣了 然後我現在幾乎每天都不吃海鮮 對 你最喜歡的飲料是什麼? 不是珍珠奶茶 真的 真的假的 那我不喜歡珍珠奶茶 我覺得珍珠奶茶是太甜 我很喜歡喝台灣的烏龍茶 因為南投那邊有很多茶廠 然後茶農 然後那邊去南投的時候 就會買一些 在西部列 你們喝什麼? 我們在土華喝的是 鹹奶茶 這是奶茶 但是我們不會加糖 我們不會加鹽 我們早上 白天晚上都會喝茶 都會喝茶 對 熱 不是熱茶 請一個說明 你日常的工作是什麼? 你平常做什麼? 因為我是樂於節目的主持人 但是我們除了自己製作節目之外 我們還有新聞班 就是叫做新聞班 我們要翻譯新聞 發表新聞 我們因為我們是輪班的 所以我不是每天都要來上班 時間是 工作的時間是比較彈性 但是我們也沒有 就是9點一定要搭公司 然後6點下班 我們有時候是晚上10點才下班 有時候 週末也要上班 對 這個要看情況 都要看自己怎麼安排時間 那我現在的話是 我現在每個禮拜有兩個節目 一個是叫做台灣製造 Made in Taiwan 我在這個節目其實跟台灣相關的議題都可以介紹 另外一個節目是叫做 八道旅遊 旅遊節目 偶爾也會出去台灣的其他的地方 拍片還是錄影都可以 你覺得你在台灣的未來是什麼? 希望畢業 因為我還在念博士 我非常愛我現在的工作 對 我中央廣播電台 是最棒的 對 所以我未來還是會繼續工作 所以你想要就是繼續住在台灣 對 很棒 是我在莫斯科念書的時候 因為我是學中文 所以我們有一個交換 語言交換 所以我就被拍到 中國到一個小小的城市 叫加牧師 他是在黑龍江省的 然後我在那邊就念中文 只念了一年之後再回去莫斯科 哇大陸跟台灣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是在大陸的時候是十年前 所以現在可能是中國變了很多 因為我這幾年快九年在台灣 所以其實我也就沒有辦法 因為你在某一個地方住很久的時候 你就已經習慣了 你就不知道有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因為你這個都是每天都會看到的 其他人也會這樣說 是大陸跟台灣的最大差別是人 那大陸人跟台灣人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呀 謝謝大家你們看這部影片 我希望你們都會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